歡迎大家回到魚身鐵路 我們現在在深道站 今天我們在深道站做什麼呢? 當然是大家繼續看滑山線的進度 現在在這裡祝賀滑山線 首先是全線貫通 滑山線就是全線貫通了 然後就等我帶大家走正丁 走正丁兩座山車站 然後到白滑山站 下去月台的準備 開始了 現在錄影時間到了七點多 所以現在的班很密 一分幾了一班 但你看 這個等一下只有六座車站 明白嗎?有八座車站嗎? 這個其實是因為第七站和八站 正在等著凹圍起 到時候通車的時候 第七站或者八站都會停 但現在他們暫時會先飛 我記得了一張四座車站 應該是不安裝的 應該是不安裝的 因為四座卡這裡 剛好有一個PIDS 如果不是我破壞影片 那班的車站 這次真的往八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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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日語 日語 日語 高一地鐵 或者是 Cintel Ace地鐵 它經常會加上車站 加上車站編號 所以呢 所以才要迫著它用 我迫著用Custom to stay 去寫字 寫往八滑山方向 這樣才不會令到 圖人溫 好 這裡的路軌又再分道揚鑣 然後呢 就會落到 錢捐線的地底了 這裡 這裡應該是數到全員鐵士上最深的地 全員鐵士上最深的地 就Y23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 其實除了用兩條路軌之外 一條路軌其實也是通的 這裡就是第七站的空間 未來第七站會 第七站就會 遲到這裡 月台網門都設定好了 但是暫時都不停住 現在呢 這次 現在 下面 我們現在在這條路軌 然後 華山線走向西藍府的方向 淺捐線上 往 往 從新區 哪裡 忘記了 以及往第九站方向 其實 全部都 全部都 parallel 走向西藍府的方向 我們就轉移了 第七站 這才是第七站 剛剛才是第八站 對不起 剛剛才是第八站 這才是第七站 然後 我們就會減速 為什麼減速到80 因為 會通過一個 一百多米的彎 這裡 六百米 就是上升了 六百米 應該就是上升了一格 一格 一格還是兩格 一格 一格 六百米 就上升了一格 然後兩條路線又會合回 由淺捐線出來 兩條路線又會合回 然後這裡 會短短九百米上升 上升了三十米 平均波度高達 6.6% 然後我們就到水晶樂園站 水晶樂園站 水晶樂園站 設置在一座島上 島上 島上就是 水晶樂園的水晶島 因為這座島裏充滿了很多 紫水晶 水晶樂園站 一而得明 水晶樂園 顧名師 就是用了紫色作為本體 再加上雙絲木 因為 Teralift 地 就用了雙絲木 作為水晶樹的樹幹 樹根和樹幹 這裡用了UniPiDS 4.6卡7的標示都顯示了出來 這裡也有原鐵最寬廣的 原鐵最寬闊的月台 旁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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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架 不算也有23架 23架 所以你看到這座青森 比平日其他青森都要換成多 就是因為要配合上面天花板的設計 所以才要弄得這麼大 原本只是打算弄15架 但是 由於上面天花板的問題 就變了23架 這裡沒什麼看 大家 看看文化四周 這兩邊有一枝X形的柱 它會叉住整個結構 而且眼前的觀眾也可能會發現到一點 這兩邊為什麼會不平衡呢 這兩邊不平衡呢 其實也是因為設計問題 當出設計的時候 其實車站是往哪邊偏一格 往東邊偏一格 所以整個車站結構也算是往東邊偏一格 所以你看到大堂的東西 全部都對齊 有一個兩格的偏差力 好了 上去大堂 大家看看 都是基本設施 基本設施 這座車站有四個出口 水晶圍彈 四個出口 每一個出口都遲置了 每一個出口都遲置了 售票機和 車沒拆送 大懶得擺放 對齊 而C出口 這裡有一條 有一條 小小的通道 因為C出口是遠空的 所以我們要專程做一個 專程做一個通道 連通發空位和地面 整座車站 整座車站 說回我們之前說 要就著天花板設計 因為天花板也拉到很長的 拉到很長的 我們來看看天花板 天花板 用了一個一格口的 瓶石頭的設計 一格口的瓶石頭 和以往的0.5格自然不同 而這個天花板的設計 來源 就是來自於 Jonathan的紅葉站 紅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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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設計 也有因應到 地面的問題 和地上地下車站的分別 改動了 但大家先看到這裏 這個水晶龍葉站 大家先看到這裏 往白滑三方向 下一班還要到40秒 對 先說回 為何會有四六卡車 是因為 現在 華山線全線 還在用四卡列車 但未來 整個系統會發生成六卡 六卡車 所以就會出現這樣 有兩卡車不同的奇觀 下一班未來號的車 就快到達了 我們就會繼續往白滑三方向前進 下一集是白石平原 經過了幾次 今晚上來 地上段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 我們就會經過一盡冷橋 沿途你會看到兩條 兩條 冰柱 這兩條冰柱 不是 一條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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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冰柱就是兩條冰柱 一條冰柱 一條冰柱 過了一條冰柱之後 代表你快到白石平原站 轉換功夫 我們就來到白石平原站 白石平原站 參考附近的自然環境 用了紫雪木 紫雪木做支援 加上方解石做地板 上方一條冰柱 正在上面 另外兩條龜柱 這條車站有去都像出口 экспletter 後面是A出口 後面是A出口 前面是B出口 這座白色平原集的標誌是標誌 白色平原集出名是地熱泉 而地熱泉就是地熱泉 地熱泉也成立了沽光風景 不過這集還未開的 就預料等到Luvik和Sylinders那邊 完成後整條滑山才會開通 可能我會分間開通 可能會先開到深度暫力一點 但一定不會先全線開 這裏也設置了保護障礙 等有人難以進入 其實應該可以進入 這裏其實是兩階空間 一個兩階空間 所以我們仍然可以進入 看看 剛才走了斑旺三方向的礦鐵列車 這個礦鐵列車的設計樂園 順便一提 這個礦鐵列車的設計樂園是R209 R209是JR6其中一個款式 現在暫時運行當中的列車 半數列車會是一輛 一輛廣鐵列車 我們在這裏等到下班列車 一分多小時 不過有些人會好奇的話 為何白華山站的編號會是P210 為何不是P2108 原因是因為原鐵在後面 還規劃了一條 南邊還規劃了一條沿線 到P2101 而這個P2101 就是 P2101就是六花市站 下一站白華山 乘客可以轉成閃音王牌線 紫貓怪線或大南線 下一站是紫貓怪線 接著是紫貓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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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貓怪線或是紫貓怪線 這裏會經過一個露天路段 露天路段 這裏也會有頻頻變速 80-120分變速 然後就會轉一段雪道裙 這雪道裙就會長大約6-700米左右 有42個雪道 中間這裡會有一座橋 一般圓條會稱這座橋為黃橋 因為這座橋是黃色的 原先沒有的設計是黃色 但後來不小心就變成全部都是黃色 開始得機了 因為我們即將到達白華山站 未來這座白華山站將它成為五線轉車站 而且由於Cineries的月圖設計 全月圖長度將會是127 所以你會看到這座橋 所以看到這座橋會有一個 1 2 3 4 5 6 7 8 8 格的月圖空間 8格的月圖空間 8格的邊緣 因為是8格的邊緣 而且這座橋 這座橋沒有安裝燈 白華山站沒有安裝燈 而且因為白華山站在Tester階段 電梯還沒有安裝燈 因為這集就會到此結束 下一集我們就會繼續關注 繼續關注綠花市的發展 因為現在呢 現在Z男子運那邊還未貫通 還未貫通到奧澤基 暫時不可以進職 所以唯有暫時做了一個 暫時做了一個 這集就到此結束了 記得多多支持訂閱 按讚和訂閱 還有記得開鈴鐺 那我們這集就到此結束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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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